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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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因為有指示棒 所以我有 我想講30秒 我給同學們一個技術性的建議 假如你可以在你的演講裡頭 八 納 然後 這兩個 少用 甚至不用 你的口才就會變得非常 還有那個投影片 你不要用電腦前面的 你不要用電腦前面的那個概念 去看你的觀眾會看到的 所以那個顏色跟大小 如果你可以改過來 你就會是完美的這個演說者 那接下來我們的時間 我們想請三位專家 跟我們做最後的一個簡短的講評 我們有林肇貞教授 曾珠平教科跟楊貝昌教授 我想我們就Lady personal question 好 來 這是什麼意思 我 我 我 為什麼要cue你來 我可以發言嗎 喔 可以啊 可以啊 請 不好意思 我想要針對上一組高零四的成果 做一些發言好 大家就要破壞一手 那個我們這邊我很喜歡高零四的想法 然後可是我覺得我們今天是一個公民素養的計畫 那就是剛剛的影片希望大家應該都很喜歡 可是我會覺得說在影片的剪輯部分 如果說高零四的組員們 或是我們各位同學在剪輯影片音樂的時候 能夠把就是影片的出處再給他列出來會更好一點 因為我們剛剛也有朋友以為是 那個影片是自己拍的 然後記得講說拍得很好 然後結果就跟他講說 沒有 那個是MD剪輯下來的 所以說如果說 我在 喔 搞不好 對 這樣每個都在這旁邊也會做一些 都標明的話會更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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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其實昨天也稍微跟大家提到 就是我們在使用音樂跟照片影片 我們一定要注意著作權 好 這個我們現在公開播藝 已經破壞人家的社會財產權 所以這一點也要請同一個務必注意 所以像使用音樂 有非常多可以自由使用的音樂 你就可以用 好 那整個來看 我想其實每一組都非常的用心 我整體來看我會覺得 其實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 然後很活潑 而且大家都根本就是這一次才第一次認識 然後才四天的時間 卻能夠這樣子的合作 我覺得像這種合作精神跟能力 是我們有的 因為我總是覺得自己可以搬打獨鬥 那它其實非常辛苦 但是我覺得這一代的你們 其實可以發揮合作精神 我覺得這一點非常難得 第二個就是我覺得大家在這麼短的時間 可以運用到這麼多的媒體 包括文字 平面攝影 影像攝影 繪本 還有運用簡單的圖表 我覺得都非常的好 那相信就是說大家如果再繼續的使用 更高階的媒體技術的話 我覺得一定可以做出更好的作品 那談到一些手法上的問題 我覺得不管是行銷還是新聞 或者是說大家是一個簡單的說故事 我覺得就是如果採取戲劇的方式 因為我們只有十分鐘 其實會減低你的資訊量 那減低你的資訊量 因為我們的評分標準有一半是內容 那這樣子的話對戲劇演出其實會是 比較吃風會讓人資訊的呈現呢 感覺到比較稀薄 所以我會覺得也許就是如果時間這麼短的話 也許在戲劇上其實可以再考量 那麼要增加這個就是談到就是用戲劇的方式 資訊會減少 其實也等於是在提醒各位 我們在這個不管是任何的演出 包括我現在我都必須要言之有物 才能夠讓不會浪費大家的時間 那我會覺得大家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其實花很多的時間在做很多的 可能包括做了很多的 我覺得其實也很有舞台效果的道具 但是對於真正能夠達到說服力的這些資訊 或者是證據或者是網路上各種權威的消息來源 其實大家使用是更少的 我個人認為其實就這裡來看我會提醒 每一組應該要注意就是 請你們就是真的針對你做關心的主題去看書 去真的沉浸下來 像你們這樣可以合作的人 不但可以一起一起玩也可以一起 就是大家一起看看書做一些抽象的知識討論 其實是非常好的 那麼看完這麼多組 我其實我覺得每一組還是有它的優點 那我很快的講 我覺得環境一的第一組 我覺得那個春哥的故事很好 第一組在哪 好 謝謝 我覺得春哥的故事非常好 它是一個很好玩的故事 好 那第二組在哪 環境二 OK 環境二我覺得你們很有戲劇張力 但是那個兩個旁白的第一個旁白好像有郭哥哥的椅子 好像有李濤的影子在 不過我覺得它是一個這個很有就是很有戲劇張力的一個一組的作品 那第三組在哪裡 OK 第三組 我不管大家上台的人數有多少 我想說第三組是我在今天所有的作品裡面我最欣賞的一組 我覺得第三組的觀點非常吸引人 而且他們在輕鬆中能夠達到正反合的辯證 然後再繼續延伸觀點 我覺得這一點是我個人非常欣賞的 那第四組在哪裡 OK 第四組我覺得其實讓我很欣賞的一點就是 在所有人都關心加加納的時候 加納納 加納納的時候只有你們會關心大和社區 我覺得我們就是要關心別人忽略的體質 好 那這個是我覺得是第四組非常難得的 如果你們沒有得到這個獎金的話 我覺得其實在這一點上你們都非常值得肯定 那第五組海洋衣不知道在哪 好 海洋衣我覺得其實非常有比喻的能力 包括吸管 包括海底膠囊 包括藍色隧道 其實各位知道藍色 海洋不一定是藍色 如果從科學角度來看 對不對 好 那所以但是你們這些都是很好的比喻 可以讓我們就是可以感覺到就是 會被你的作品所吸引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 那海洋二呢 OK 我覺得海洋二呢 其實每個男生都很帥 而且呢 雖然組員裡面只有兩個女生 但有一個沒有上台好像 但是那個有一個上台的女生其實能夠表現得很好 而且你的表現呢 跟泡沫也幾乎沒有秒差 好 最後我做一分鐘了 那高零一 OK 高零一我覺得是 其實其中的這個女主獎 主獎人呢 是今天最好的女主獎人 因為大部分的女生其實是比較害羞 那小欣欣當然是講得太快了 所以我覺得今天的高零一的這個女主獎是 而且我覺得把廣告中的這個 全部電子的老人刻板印象給顛覆 我覺得這是很有創意的 好 高零二呢 OK 謝謝 高零二我覺得 頂宮頂媽的氣球人做得很好 然後 不是你們做得好誠實喔 這也是你們的優點 然後呢 我覺得你們這種米南語真的說得很好 所以我米南語做的菜沒有關係 好 再給我一分鐘 好 高零三 好 高零三我覺得你們用接力演說的方式呢 來提到這個怎麼介入幫助的人 而且我覺得有一個很好的觀點 就是年輕人幫助老人 其實到最後是老人幫助年輕人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觀點 然後那個說老人 然後不斷說 但這也是高零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梗 好 好 最後 最後一組呢 OK 最後一組 我覺得丁老爹是一個很成功的演出 然後我覺得你們用丁老爹打開電視 然後出來的是整個北林村的你們的主題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 opening 好 總之我覺得今天的各種樂趣的樂趣 來樂樂樂 謝謝 接下來是製品老師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們大家好好嗎 好聽的話聽了很多了 我聽不太重聽 以知識存在來講 相對的我想高齡三和高齡四的比較4.8文 大致來講 等一下我再講幾幾個情況 雖然高齡三和高齡四 剛剛其實引起到我正好也在跟那個 楊貴昌老師在提 說那個影片好像是借人家的 是不是這次唯一的影片是借人家的 我也不太確定 事實上好像從第一個發表的來看 就有影片 所以大家聽了林老師的建議 很多的影片從現場帶回來 這絕對是一件好事情 不過我記好就是說 用人家的東西一定要sight 這一定要引用 這個是人的問題 這個不是其他問題 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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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人的問題 然後高齡三的那個 我必須也再說那個手會是不太光 你要在現場把這樣子的東西畫出來 我覺得那個創意和你們的用心 這個應該要在內容之外 再稍微加訓一下 以短講結構和內容結合在一起的話 我個人也認為最佳的是環境賽 雖然的確只有兩個人 你們就到最後聽那個老師評語的時候 一起放台 不是很理想 我相信那個內容不可能是兩個人創造出來的 應該是整個團隊創造出來的 兩個人是蠻會講的 不過我重點不再講你們剛剛會講的 而是 我說了 短講結構 我給你們的分數大概是蠻多的 那表示說 我看一下我寫的東西 你們幾乎是幾個不同的內容面向堅固 然後有批判 也有同理系 這個等一下我都會稍微再提一下 原因是關於這個自然農法的部分 你在那個地方特別提到的一些 他們在地人的信念 信念是不可以隨便 任意地用理系批判 雖然我們仍然可以在知識面上去討論這些事情 所以當你把他們那種理念記出來的時候 尤其你到最後有一個concruiting remark 我用這個字 就是說你結論的那個尾巴是用一個remark 是你們自己的評語的講義去做 那個友善的 老師在問你問題的時候 你其實就可以把那個友善的再強調一次 那個友善的概念 你可能包括了friending和venile 環境的我們說environmentalvenile 或者說你對人的friending 我想都包括在內 是非常結構性非常強硬的一個團隊 恭喜你 在實驗經驗來講 沒有太突出的 我相信因為時間很短 你們要對每一個參與的地方 都要很深入不容易 不過幾個高齡的就做得蠻好的 敘事技巧我不得不提高齡三個 最後在敘述的那位同學大概是你心裡知道的 你在一個端講裡頭起碼有四次到五次的 我要更正 連我們的主持人都被你影響到說他也要更正 你的功益實在是深厚 不可以吧 這個是犯規的 在我來看 就是說要充分的改進 你不能這樣子的改進的時候要更正 寧可在前面你多準備一點點 媒體創意 那我當然要說海洋的兩組 是充分的創意 兩組都是非常創意的 那個南色隧道那組如果不是最近 如果不是最近 有一個美國說要做一個吸管公路 你們的創意幾乎是 Super 是Double Super 如果你們是超人家的話 你其實 當然我也是不一定要 不過你可以說 人家現在在美國要開一個這個路上的 超級吸管 所以我要在韓國開 你要知道這個高速公路還沒有開到韓國去 地下隧道 有幾個都還蠻有一點點難處 所以包括什麼英霸海峽這些 你們要知道在技巧上來講 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所以表示大家的科技素養都不這麼高 不過那個海洋2的話 那個創意也是非常的好 尤其是 那個Nito Mermaid的音樂出來的時候 就是Soul Entertainment 恭喜恭喜 可是我要 最後只剩兩分鐘了 我還是要最 general的給大家一個評語 我第三件事情 我就不花力氣去 去論述了 你們回去好好想一想 關於同理心和批判這兩件事情 同理心 empathy 你自己回去查 empathy and critical thinking 這兩個versus 相互的 最好在一個 短講以後能夠平衡 台灣人 台灣人太多同理心了 也就是說你老經都不想 就給人家同理心 反正人家講的你就聽進去 這個是絕對 是台灣年輕人 將來要面對的一個問題 critical thinking 事實上只剩一分鐘好 是大學裡頭的學生最好 通通都要注意了 我希望你們回去思考 第二個問題是 Entertainment and authentic knowledge 你演戲的話 娛樂性絕對夠 可是再記好 台灣整個社會上都缺乏 有興趣可靠 而且比較真實的知識面 你們記好這句話 沒有這樣子的事情的話 台灣會繼續畫模畫下去 讓你們很難過 第三件事情 到底是TD me and citizenship 因為我們主持這個 達人學院的話 是化科技教育 然後楊北昌老師 他們那個地方 早上提出來的一個 基礎概念是公民素養 stidenship 好像只有一組 後來提到 stide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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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時間到了 我腦筋已經算過來了 可是很可惜的是 你家的尾巴上面的時候 有一點點夠會去掉 就剛剛有一個老師講的 所以主題沒有掌握的話 是有一點點可惜的地方 不過我還是恭喜各位 在這個端量和表現的優異的部分 謝謝大家 我自己站上來 等一下請楊貝參考 好 我必須要說 各位同學其實真的都很厲害 在那麼短的時間的壓力之下 有這樣的想法 以我自己而言 誰要有時間的壓力 我腦筋已經進來 所以無論如何 這個部分各位已經做得很好 所以我對這個部分 我不再多加琢磨 我只問兩個問題 好 這個不只是提供給各位思考 也是常常是我在問我自己 第一件事情 跟我要回答一件事 一個案例的時候 由我來做 跟別人做有什麼不同 由大學生來做 跟由高中生來做有什麼不同 或者是換一個角度來問 當創意與感動 在我們的基礎能力上以後 都沒有問題的時候 當它缺乏知識的內容的時候 它會有什麼問題 這個就是剛剛 剛剛竹林老師 所要強調的 那個不堅持的知識 那個真堅持的知識 到底在哪兒 那我想大學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透過這個大學的這個繁星 提供給各位 一個可以辯證 一個可以合理討論的知識 那你一定會說 如果你就說一個例子 我聽看看 對不對 那我想我舉一個例子 應該是說 舉兩個我 其實還滿喜歡的想法 第一個是在我們的 這個高齡的主頭 的幸福共居 其實我覺得滿有趣的一個想法 但是在整個敘述的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年輕人的想像 跟他的熱情 但是我們如果回顧 社會學的歷史 其實是有 人類共居的構想 在中國也有 莊子的堅愛 其實有很多的左派的 左派的 所謂的人民公社 甚至我們用這樣的方式來講 也有非常多的左派 但是他們有成有敗 你如果把這一部分的論述 跟以前的知識 加到你的呈現裡頭 那我就給你拜拜 我們的海洋海底膠拿 非常棒的一個討論 但是 知識觀點在哪裡 知識觀點在哪裡 我在想 如果你把台灣周邊的地址 做一個小小的程度 把你的流體力學的分析 加進去 這個運輸成本的分析把它加上去 說我這個一定可以做 我給你100分 因為那麼好的想法裡頭 缺乏這一點點知識去幫你補充 去補強你的做法 相對我就覺得可惜 好像我快要成了 缺乏知識去給我自己成 不是我的問題 我要問的第二點問題 其實王老師記得一個問題 這個也常常是我要問的 如果是一個是8K的工作 你要不要讓你的小孩補充 我想這個也是牽涉到 我不太喜歡用所謂的 道德的勸說來讓你們做 如果他18K 各位都是知識分子 各位都經過大學的訓練 我們應該說我們要自我期許 他只有18K 因為我們的參與 讓這個18K變成81K 那這樣子的話 我當然要讓我的小孩子進去做吧 我不需要用道德去勸說各位 正是各位進入到大學裡頭 最重要的知識的本質 我想這個是我今天要藉著這個機會 跟各位同學分享 不只是質問周圍 也常常是用來質問我自己 我的工作 我原則達到我的要求 我上面的這兩個要求 我想我就不多佔各位的時間 各位都餓了 我把時間還給我們的目標 謝謝 謝謝楊老師 他寫了一兩分鐘 有人要CUE是不是 一個問題而已 只有一個 一個 對 我想要針對 就是 這邊是 謝謝你們 就是有我們資教 對 還有老師的資教 對 那個我們沒有附上出處 就是我們疏忽 因為就是我們剪輯時間很短 然後我們剪輯其實是熬夜剪輯的 所以就是我們 當我們發現時候 已經就是沒有時間 那真的很不好意思 那我們之後 如果這樣繼續做的話 我們會繼續附上出處 那就是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非常好 我們剩下一個節目而已 就是等一下的晚宴 那等一下我們要把大家 吻友平一個分 我們會請吳校長來給我們頒獎 也請他宣布這一次 2013年達人學院的結束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整個的過程 大約兩年前我有一次開會的 我問了你自己一個問題 為什麼大家都會出現一個媳婦 當然你知道很多錢 為什麼很多創投公司在那邊 為什麼很多創意的公司在那裡發生 所以我就因為開會的關係 跑到 我特地跑到三博的那個外圍 去住了一個民宿 我就在那邊待了一個下午 然後在那邊餐廳吃飯 我後來因緣際會就接觸到了 School這個東西 後來又出現一個叫達人學院的事情要做 陳豬廷老師跟我們一直在談 要推這個跨界力 Trans Discipline 光練習如何發這個字的英文 我練習了蠻久的 英文還不錯的 一直講Trans Discipline 有一個很大的宏觀的goal 但是How do you do it? 你如何做它 所以我們把Design Thinking 當作一個Methodology 把它融進來 可是我又不是專家 我只是仰慕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後來想達人學院 應該是提供所有參與的人 學習的一個場合 不是只有學生學 是包含老師 甚至包含我們主辦的單位 都在學 所以我們就跟台大不一樣思考社的學生去學 所以我們請他們來run我們 run一個workshop跟我們的學生 然後我們自己就run一個workshop 這一次完全都是東華大學的人run出來的 Design Thinking包含所有的 所以那個learning的process 在現在是改變了 理論上我們應該請大師等等之類的 所以整個process 所以這一兩年的心 就是我們走的路徑 是一個learning的process 跟大家來分享那這一次 所以Trans Discipline的Methodology 比較重要 我們學者很會講一下 所以我們企圖提出來的是一個methodology 那這一次在這裡呈現 我剛才有一個心得是 我們教授們最喜歡說學生很差 事實上我剛才一面看大家的報告 其實有很多的效果還有梗或者是什麼 我根本做不出來 那些powerful有呈現 我們憑什麼說學生很差 學生也不要太高興 所以我想這是我們create一個 一個互相learning的process 其實是最美麗的一個大學裡頭 可以發生的事情 而且發生在東華大學 是我們很欣慰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想要在最後花一分鐘的時間 邀請我們這一次所有 所有幫忙的老師同學們 請到前面來 這次我們這個工作的團隊 請你們來 同學們通通 後面幫助請坐到前面來 謝謝 以前 請坐到 老師 還有這位靠近嗎 還有這位靠近 請坐到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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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這位靠近的意思 她們都不自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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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好 所以 好 好 如全在後面跑過來 當然學員只有兩個注意 就是她們兩位 觀眾要求請大家上台 這可以其實比較自在 還有楊明皇教授 我們所有的參訪跟她的團隊 還有還有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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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我們的 中共4 中共4她出不來 她出來了就沒有 綺庭 我們最美麗的思議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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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楊明老師的大力的思想 我真的要謝謝大家 我們這個團隊 讓我都沒事情做 而且所有的好像都沒有出錯 感覺上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結尾 我們希望都學到東西 明年的菜我們已經在想了 大家期待 明年 我們想用另外一個不同的methodology 來談transdiscipline這件事情 我想這個在教育上就會 學理上會有一點意義 所以我就把我這個棒子交給我們的校長其他 我還有講話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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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